今晚看戲夜不夜 主持 林兆斌 歡迎收聽收睇第30集 今晚看戲夜不夜 我是節目主持人林兆斌 很快就跟大家做了30集節目 超過半年了 網台直播 或者Facebook直播 今晚比較立集的題目 會講一下香港的劇集 日本的劇集 還有荷里活的電影 事不宜遲 今次先講一下日劇 今次會介紹兩套日劇 一套叫做《不倫食堂》 另一套是一套正氣的律師劇集 叫做《在賓壞教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 現在我們先講一套正氣的日劇 就是由神木龍之界主演的NHK日劇 《奔壞教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 這一套NHK的劇集 就是由神木龍之界主演 只有六集 就是逢星期日 八點三 做到八點九 在日本 就是4月21日開始播 播到5月26日 其實已經播完 六集 就是NHK劇集 NHK劇集比較懶悶 除非是神間劇 或者是大河劇 其他NHK劇集 都是一些比較短的 集數 今次這套只有六集 我再重複一下名字 就是叫做《在賓壞教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 就是一套挺有趣的律師劇集 又或者是一套學校的校園劇集 近年就沒有熱血教師的劇集 以前有很多的嘛 就是GTO麻辣教師 或者再早期一些的三年B班金白老師 就是由武田鐵齒做的 就是一套很舊的 應該是80年代 還是70年代開始拍的 那套就是熱血教師的始祖劇集 近年 其實久不久都有熱血教師 即是十年前特別多 我MISS是大佬 或者有一些 會改到 變成女公關 都可以做老師 就是鄉里內那套 而最近年 那些校園教師劇 都是走回去寫實路線的 例如 我印象中 我看過一套 很寫實路線的校園教師劇集 就是寧木老師 對 就是由長谷川博紀主演的寧木老師 應該是十年前的 大約 近年 大約半年前 至九個月之前 有一套由我英井祥主演的 就是 指示先出身的我門 那套也是走 這個寫實路線的校園教師劇集 而今次這一套 雖然是一套 律師做主角的劇集 神木龍之介 就飾演一個 菜鳥新人律師 那個角色名 就叫做田口張太郎 因為他是新人律師的關係 他就沒有得打官司 他就派了去一間學校做 駐校的律師 不知道真還是假 原來日本 香港有駐校社工 日本原來 有駐校律師的制度 校園律師制度 而他的事務所老闆 就是由南果部飾演的 高成老闆 他就派神木龍之介 去了一間 叫做清業第一中學 做駐校律師 就好像一個星期 是兩天左右 就處理不同的校園問題 就用法律 用律師的角度去跟進一些案件 這個題材都算是挺新穎的 也是走寫實路線 第一集就講述 神木龍之介 飾演的校園律師 就已經接到很多 很頭痛很棘手的個案 例如有個怪獸家長 怪獸家長就說 老師看罰他的女兒 但其實那個老師可能 只不過是 有一點點碰一下 學生 學生可能比較頑皮 然後老師就 捉住了學生的手 那個怪獸家長就說他看罰 這個就是第一集的個案 他就用一些律師的角度 會達一些 即阿神木龍之介 就是一個很熱血的材料老師 他就會達一些律師的 即一些法律 又說他妨礙 即女師妨礙公職人員 即職務 因為那些老師可能都是公務員 總之他會達一些法例去嚇怪獸家長 而第二集 即我最初以為是有些公式化 以為都是處理一些怪獸家長的問題 那怎知道第二集呢 就會處理 一個老師剝削的問題 那就幾新鮮的 即是整套劇的感覺 沒有公式化的問題 第二集呢 就是說神木龍之介 就是處理那間學校 那些老師就同工不同酬 有兩類 即好像香港那樣 一些編制教師 和編制以外的教師 那編制以外的非常 教師就被剝削 同工不同酬 甚至他們是 即是說所有老師的 那個加班的問題都非常嚴重 那麼神木龍之介 他可能是一個職場的新鮮人 他就覺得這個加班的問題 即是離譜 即是學校已經變成一個 黑心公司 即是如果用外面商業機構的標準 這間學校就已經是黑心公司了 那神木龍之介 就跟進一個老師的個案 那個老師 連請假都不敢請 就 即是整個教育界 或者是一間學校 即是成為了一個教育界的縮影 反映了那個老師的工作量是非常之大 沒有得放工 放了學 就要去照顧那些同學參加放學活動 放假都要帶隊 還有又要自己進行一些自修的工作 因為他們可能要教學生打羽毛球 老師根本沒有得放工 所謂放了工之後 自己都要去學打羽毛球 而神木龍之介 就去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這套戲 即是我暫時看了兩集 我就覺得 是幾有意思的 特別是 今季好像沒有什麼 即是一些有意思 有社會性的劇集 而這一套 名字比較長 叫做 《在賓壞教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 這一套NHK的日劇 就很有社會性的 也都是反映了一些社會的現況 講的是 怪獸家長的問題 第一集 第二集就是講 一些老師被剝削 還有 有一個 小小的個案 就是 學校的演奏部 那個負荷活動 就吵到鄰居 鄰居來投訴 那神木龍之介 又用他的律師的角度 去跟進這些事件 都挺有趣的 即是 不算太悶的 雖然是一套寫實的劇集 而神木龍之介 是第一次飾演這個律師 今次 因為他是賽鳥律師的關係 都有說服力 如果他是飾演資深律師 就不行了 今次這一套劇集 都推薦大家看的 NHK的 在崩壞的教育 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 對了 跟著 就講一套 沒這麼正氣的劇集 叫做 不倫食堂 其實就是一套網劇 只有四集 就是富士電視台的一個 一個網絡頻道 叫做FOD 一個網劇 叫做 不倫食堂 其實就是漫畫改編的 原著作者 叫做 山口養師 就是集英社 這個出版社 去出版的 2016年 3月開始連載 連載到現在都未完 名字就叫做 不倫食堂 其實 簡單來講 就是成人版的 孤獨的美食家 男主角就是田中貴主演 田中貴 今季不是只有大叔的愛 原來他 還有一套網劇 就是不倫食堂 只有四集 一集真的很短 我看了一集 其實是挺無聊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把 成人性的題材 和美食的題材 結合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食色性也的關係 就把 食物和性 這兩個題材 結合在一起 男主角就是田中貴飾演的 他就是一個 叫做 山智隆一 35歲的 打工仔 整天 都可能要出外去公幹 他本身就是在東京上班 就有老婆子女 整天都出外公幹 就去找美食 就好像這個孤獨的美食家一樣 就到處去找美食 而他這套不倫食堂 就挺搞鬼的 就是他每一次去到一些餐廳 當地的餐廳 都會遇上一個 人妻 他就吃完美食之後 就去吃人妻 就是一套 輕鬆路線的喜劇 他描述 食物的過程 和描述 他會把那個 食物的過程 描述到有少少 和性聯繫到 我看過那個漫畫 漫畫圓柱 尺度比較大 就是有很多 性愛場面 但是日劇版 這個網劇版 就沒有的 可能觀眾不知道會不會失望 這一套就只有四集 賣點可能 大家不喜歡看田中貴的話 可能就看看女嘉賓 第一集 就是由安達佑實 去客串 第二集 就是金野恆南 第三集 就是葉加賴麻伊 第四集 就是岩佐真由子 我看了第一集 第一集 就是安達佑實 就是一個在靖江縣 崩崩市 賣蟹的一個 一個 居酒屋的女主人 她老公是漁夫 安達佑實 老公是漁夫 但是老公又去了出海 撈魚 所以就很寂寞 接著又遇到田中貴 在那裡吃蟹 最後發生了一個 一夜情 而每一集 其實她都會去一些 不同的 日本不同的 省市 她就會 一些不同的縣 一些 很多在鄉下的地方 就介紹當地出名的食物 其實就 是跟這個 孤獨的美食家 都真的幾次 她會介紹很多 真實存在的餐廳 但是她就偏偏 她就吃完 一頓飯呢 就去吃這個人妻的了 就都 有少少 隔眼來的 其實坦白說 有少少隔眼來 那漫畫版 那些畫工都畫得挺漂亮的 即是無論是食物 和是 女主角 漫畫版都畫得挺漂亮 那 這一套網劇版 我想都是 即是 都是一個 網告雜誌 就是為什麼近年 那些 電視台系 近這十年 那些電視台系 不停拍一些美食日劇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 應該都是一個廣告來的 一些 置入式廣告 可以介紹那些餐廳 那些餐廳 那些餐廳是實際存在的 一套用劇集包裝的廣告 甚至乎 漫畫作品 都有很多 是這些美食漫畫 那些 那些劇情 是 無無聊聊不重要的 就是純粹 可能是 推銷餐廳 而今次這一套 題材都幾偏封 就是 北倫食堂 一套富士電視台的網劇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能 都可以看一下 我就不是太推介 因為都 都幾無聊的 其實 就是 我自己 一般的 對這些美食日劇 除了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真的有很多劇情 溫情 很多 溫興小品 深夜食堂 劇本寫得很出色 但是 譬如 《孤獨的美食家》 開始我已經一般 因為 根本 真的太過 廣告雜誌 沒有什麼劇情可言 而 有一套 我挺喜歡的 就是 山賴聖狗的 這個 合飯 對 那 今節 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分享